看篝火总评之天下好游戏 篝火营地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把多哥又送出去出差了的飞衣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要点评的游戏是五主之第三 阔别七年之久 五主之第三带着玩家所熟悉的那股子土味幽默又回来了 作为装备驱动设计游戏的先驱 本作依旧抓住了核心的刷子玩法 但作为系列的新作 不知道这部作品又会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可以值得玩家们期待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外媒体的游戏评分 Ign给本作打出了9分 负责评测的编辑认为 五主之第三贯彻了系列的枪械美学 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 浓郁的幽默感以及出色的任务设计再创高峰 优化过的移动系统和设计体验充满挑战的敌人 以及超多特色分明的武器 让五主之第三轻易地摘得系列最佳的桂冠 而真正让五主之第三发光发亮的 仍旧是其30个小时流程中让人上瘾的刷子玩法 Gameformer则是打出了8分的评价 他们认为 五主之第三的boss设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些战斗却因为本作出色的枪战体验 和幽默的叙事风格而一一生辉 风格各异的设定和机制鼓励玩家用不同的游玩方式 来面对奇特的敌人和环境 并且游戏强调了武器的差异性 这也让战术策略配置更加多样化 但是一些boss的血太厚了 这让游戏的战斗变得有些拖沓 并且反派Clapso看上去好像并不是一个那么称职的恶棍形象 那么国内媒体对这款游戏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VG Time给本作打出了9分 五主之第三的单人流程依旧是当下装备驱动型游戏里最棒的 海量的枪支配备配上深化的职业系统 研究流派套路起码吞噬你数百个小时 而且丰富的击杀手段也让开枪打怪 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乐趣 但作为系列时隔7年的正统续作 游戏的创新程度有限 变相相对比较少 单人模式提供的所有内容 几乎都是在强作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 没能添加一个全新的系统模块进去 游民星空同样给出了9分的高分 评测的编辑说 本作继承了系列最精髓的玩法理念 可以说是这个品牌迄今为止的最高杰作 战斗和设计是五主之第三游玩内容的主菜 游戏中的各种元素属性和弱点克制 则为你的武器搭配和战术施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单纯的感官刺激和丰富的策略深度之间 五主之第三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并且全程中文语音的加入 更是让中国玩家的游玩体验能够提升一个层次 五主之第三是整个系列的极大成者 抛看一些难以避免的小瑕疵以外 五主之第三可以说已经被打磨得足够完美了 综合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游戏媒体的评分 五主之第三的篝火总评分是8.6分 初看这款游戏的海报 不得不为这种大胆又刺激眼球的画风设计所吸引 那在游戏过程中无论是经典的美漫风格 还是战斗时缤纷续练的爆炸与火光特效 都时刻刺激着玩家的神经 让你投入到这一场场的战斗中来 并且这一次中文配音出乎意料的接地气 各种热词啊段子啊都会在恰当的时间被安排上 对咱们中国玩家来说还是有一种别样的乐趣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篝火总评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依旧给大家拍卖五主之第三的游戏 并且还附赠我手上这样一套游戏周边 还是老规矩 时间截止之后出价最高的玩家 这一套游戏周边和游戏您就拿走吧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篝火总评再见啦